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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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好 感谢神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已经胜过死亡的全世 我们就带着一个宣告的心 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 胜过死亡全世 圣地的人都将要看见 您是伟大的争光 黑暗的世界被你遮量 您是唯一的盼望 只要依靠出生命 就不知灰心沮丧 因我主耶稣活着 他永远活着 圣过死亡的全世 他已从死里复活 打破所有的枷锁 完全十方王 只要全心的相信 口不求耶稣的命 就必要得救 全地 全地的人都将要看见 您是伟大的争光 哈利路亚 黑暗的世界 黑暗的世界被你照亮 您是唯一的盼望 只要依靠出生命 就不知灰心沮丧 因我主耶稣活着 他永远活着 圣过死亡的全世 他已从死里复活 打破所有的枷锁 完全十方王 只要全心的相信 口不求耶稣的命 就必要得救 我们再宣告 圣过死亡的全世 圣过死亡的全世 他已从死里复活 打破所有的枷锁 完全十方王 只要全心的相信 口不求耶稣的命 就必要得救 就必要得救 哈利路亚 那我们一起来拍张 来赞美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的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祂要救赎我们耶稣我主 耶稣我主 耶稣我主 我们的救助 耶稣我主 耶稣我主 全地的救助 哈利路亚 耶稣我主 耶稣我主 我们的救助 让我们愿大声宣告 耶稣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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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的救助 耶稣我主 耶稣我主 我们的救助 胜过死亡的宣誓 他已从死里复活 打破所有的枷锁 完全释放我 只要全心的相信 口不求耶稣的命 救命呀的救 主 救命呀的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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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过 羞破死亡的诚spr 他已从死里复活 打破所有的枷锁 回 gro отд Не Et gang 跑步 soro 耶稣的你 救命呀的救 救命呀的救 Hallelujah 感谢神 祂是我们的救主 今天让我们全心全意的来敬拜祂 寻求祂的面 我们爱神是因为祂先爱我们 但在今天晚上 让我们向神献上一个爱祂的心 让我们跟神说出我爱你 而且我要立定我的心 我要更加的爱你 让我可想你的愿意 让我可想你的容面 耶稣 我要爱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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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到我的生命 你是我唯一所求 让我心淡淡可慕你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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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爱慕你 我要爱慕你 我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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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的爱 对你的爱和思念 对你的爱和思念 不知情 让我走向你的身旁 对你的爱和思念 对你的爱和思念 祢是我为祢所求 让我心淡淡可目祢 我心爱祢 我心爱祢 对祢的爱和思念不知己 让我走向祢的身旁 天经宁 主啊我可无需 让我们更深的圈神说 耶稣我要爱慕祢 耶稣我要爱慕祢 祢我要爱慕祢 请到我的圣灵 祢是我为祢所求 让我心淡淡可目祢 我心满意 我心满意 对祢的爱和思念不知己 让我走向祢 让我走向祢的身旁 让我走向祢的身旁 让我走向祢 祢的爱和思念不知己 让我走向祢 让我走向祢 让我走向祢的身旁 祢的爱和思念不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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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你赞美 佣 step 祈祷祈祷彵祢 祈祷我来尊重 敬拼祢 祈祷你 descripto 我参加还来尊重 祈祷 我来尊重 我心满意 我心满意 对祢的爱和执念 不窒息 让我走向祢的身旁 贴近祢 只管我看不醒 我心满意 我心满意 对祢的爱和思念不至极 让我走向祢的身旁 贴近祢 主啊 我可不醒 想祢 让我们有点时间祷告寻求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祝祢的爱来触摸我们每一位 主 让祢的爱运行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从祢来的力量 主 我们需要的生命 智慧能力都在乎 主 今天晚上让我们不见一人 我们只见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面前 祢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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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的圣者 背下的羔羊是应当称颂的 万国万民都要来到祢的面前来福福敬拜祢 在洪水泛滥之时 耶和华仍然作者为王 主啊 祢高坐在祢的宝座上 这宝座乃是以爱 以牺牲 以祢的生命救赎我们换来的 主啊 这充满爱而能够有权柄的宝座 主啊 何等的荣耀 何等的丰盛 主啊 那万有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了 主啊 让我们时常仰望祢的十字架 主啊 让我们时常高举祢的宝座 主啊 知道我们的敬拜不是突然的 主啊 我们要举起我们的心来敬拜祢 耶稣 圣结公义救助 JESUS 圈兵通伴万万 prome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 我的主 让我淡淡在乎你 尽情地敬拜你 耶稣 神接共你救助 彰显神的智慧能力 你的爱是何等 唱过高生 万有丰富 求彼恩典 耶稣 全兵同伴 万有佩得 荣耀尊贵总赞 我以心灵城市 轻轻敬拜 坐在宝座上 深爱我的主 举起我的心 来敬拜你 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 哦 我的主 让我淡淡在乎你 尽情地敬拜你 让我们再从头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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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接共你救助 彰显神的智慧能力 神接共你救助 彰显神的智慧能力 耶稣 全兵同伴 万有佩得 荣耀尊贵总赞 我以心灵城市 轻轻敬拜 坐在宝座上 深爱我的主 举起我的心 来敬拜你 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 哦 我的主 让我淡淡在乎你 尽情地敬拜你 举起我的心 来敬拜你 举起我的心 来敬拜你 举起我的心 来敬拜你 呼你 静静 敬敬愛你 讓我們今天定義 全心全意來讚美我們的神 用生命來回應你的愛 碰我的主 讓我淡淡在母親 請請讓我們自由地祷告 敬敗在祂的面前 愛你 祝敬敗你 祝敬敗你 愛你 祝敬敗你 祝敬敗你 愛你 祝敬敗你 愛你 祝敗你 愛你 祝敬敗你 愛你 祝敗你 愛你 祝敗你 愛你 禪敗你 愛你 祝敬你 愛你 祝敗你 愛你 祝敗你 今天晚上我們要盡情的來敬拜祢 主要祢的寶座設立在我們的敬拜讚美之上 主要祢的寶座要流出那火水江河那一致的泉源 主要求祢今天晚上 祢的大能來滲透在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的靈的深處 主要讓我們緊緊的與祢相連 主要我們要釋放自己在祢的面前 主要當我們在祢的面前敬拜祢的時候 沒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夠來攔阻我們 釋放我們對祢的愛 主要祢是何等的愛我們 主要每當我們仰望祢仰望祢的十字架 仰望祢對我們的愛和憐憫的時候 主要我們就能夠卸下一切的心防 我們單單在祢的面前仰望祢 定經祢定經祢的憐憫和慈愛 主要每一次我們在祢面前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我們有更新的力量 就是已過都變成新的 主要祢的寶血有赦罪的能力 主要今天晚上我們要在祢的面前 再一次透過祢的寶血來捷徑我們的心 主要讓我們能夠盡情的敬拜在祢的面前 主要是祢 就是祢 祢祢 耶稣基督,祢是我的依靠,祢的十字架是我们永远的荣耀。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祢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祢,我的源头,我的盼望。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祢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祢,我的源头,我的盼望。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祢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祢,我的源头,我的盼望。 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祢,我永远的荣耀。 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祢,我永远的荣耀。 祢爱祢的,遵行祢话语的,祢就有丰盛的应许,与我们同在。 祢我们谢谢祢。 在这样一个即将要来到新年的时刻,祢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 祢让我们在年节当中,让我们里面是有喜乐,有安息,有平安。 祢我们为过去的一年再一次向祢献上感谢。 主一切的难,主一切的艰难,我们要看见祂成为荣耀的果子存留于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一切的环境,主我们也知道我们信靠祢,我们必然能够度过。 一切到我们回头看的时刻,我们一定能够知道,一定能够看见。 是的,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日子都滴满了祢恩典的持有。 主让我们在信心当中,我们勇敢的往前进。 主让我们坚定我们的脚步,坚定在合乎祢的真理的道路当中。 主祢也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明。 拜拜。 在语夫所书,第二章十八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两下借着祂被一个圣灵所赶,得以进到父面前。 只要你们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教师。 各方靠祂联络的和事,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祂同被建造,成为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我想我们在这世上,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有一个盼望,或者说我们有一个目标,甚至于是一个责任。 就是我们要让自己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借着神被一个圣灵所赶,得以到父神的面前。 那十八节他原文直接翻译,可以知道,可以作为,因为借着他,我们两下在一位灵里,得着了进到父神面前的通路。 那么进到这个字呢,是比较古代的用字。 它是描写,把人带到神面前来奉献,或是来承担圣职。 那也有叙述,也有用作,把人带到皇帝面前来觐见皇帝。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进到,是我们到一个尊贵的荣耀的王面前来与他相遇。 那我们是借着耶稣得以领受圣灵,我们得着了进到父神面前的道路。 那当然我们知道这当中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得着了赦罪的恩。 而赦罪的恩,是因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留的宝血。 我们得以领受圣灵,得以一个无罪的身份到神的面前。 并且我们到神的面前,是在我们的灵里面到神的面前的。 而这个灵就是我们凭着信心领受的圣灵。 而这引导我们到神面前的圣灵,他不是以行律法为条件。 就是说,不是以我们行为合不合乎律法作为条件。 而是在于借着耶稣基督,凭着我们的信。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愿意相信,我们就能够得着这赦罪之恩。 我们就能够凭着信心,寻找寻求就能寻见。 扣门的就得着开门。 因此人在不完全的时候,那么神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对我们各样的恩典,仍然是没有打折扣的。 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不完全, 但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领受神圣灵丰盛的同在。 当然这是一体的两面。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最终, 或者是我们有知道的难处,我们不去改变, 我们也不会立即的就失去我们与神之间的连结。 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 但是另外一面,如果我们长久的不改变, 那么渐渐我们的心其实也会对罪就会麻痹。 而对罪麻痹的另外一面, 其实就是对圣灵,对真理就没有感觉了。 我们渐渐的就会对圣灵的带领不敏锐。 那这种灵里面的不敏锐,渐渐的死亡, 这也就是一种灵里渐渐死去的现象。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 灵里面的死就是内心属神生命的衰亡, 而灵里面的活就是属神生命的兴盛。 那灵性的败坏它的特征, 就会让人越来越专注于属世的事情。 并且使得人因为追求地上的事, 所以就落入到虚空里面。 而灵性兴盛的人呢, 就会对于永恒, 他会越来越有感觉, 会越来越专注, 并且愿意追求真理。 因此我们对于这个自己属灵生命的状态, 其实我们要留意, 要关注。 那么十九节就告诉我们, 我们不再是外族人, 也不再是客履就是没有公民权的侨民, 而是与圣徒同国的。 那同国就是同有国民或是公民的身份者。 而与圣徒同国, 那指的就是我们要与神国中的众圣徒 一同在神所掌权的范围当中, 得享神国一切的权利, 但同样的, 我们也要尽神国一切的义务。 所以在这个过程是要神, 所以这个过程呢, 是神要将属天生命的丰富赐给我们。 那当然神家里的人, 我们知道他所指的就是神的教会。 那这也表明我们是因着同德基督, 我们在关系上同为家人。 那既然是家人, 我们就知道这个关系是稳固的, 不是因为感觉好不好, 喜欢不喜欢, 而能够任意抛弃的。 就好像你的兄弟姐妹, 你会跟他吵架, 那你不会很轻易的, 因为吵一次架就说你不是我的兄弟, 你不是我的父母, 你不是我的姐妹。 所以我们既是同事神家里的人, 其实我们就应当对于我们与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我们是在主的圣灵当中, 我们要有一种稳固的, 就是我们虽然有难处, 但是这个关系是不改变的。 我们是透过彼此在生命当中, 对我们自己造成的困难, 而我们调整改变自己, 这是让我们能够操练学习, 并且能够得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我们如果认识这个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那其实才会使得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能够尽到完全。 因为这个关系如果不稳固, 就变成说我们有一些的难处, 我们是可以选择的。 比方说这个人你觉得他让你难过, 那我们讲说我们处不起, 难道还逃不起吗? 对不对? 难道不能跑吗? 但如果是神家里的人, 我们就知道这就是神放在我们身边, 要调整更新改变我们的一个美好的环境。 而对方让我们难受, 其实这里面可能有对方需要调整的部分, 但是一定有我们至少是爱不够, 甚至于说我们里面更大的艰难跟问题。 那么神家里的人呢, 其实他是需要被建造的, 就是我们是要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耶稣基督自己为仿角石。 那建造的原文就是建筑构造, 根基指的是垫基石, 仿角石指的就是转角的石头。 那我们知道犹太人盖房子的时候呢, 他在他放根基的时候, 会先在这个最外角安置一个基石, 称为仿角石。 那它是一个建筑物底部转角处的巨石, 是非常非常大的。 它是用以连接墙环的, 那是支持和稳固这个整个建筑的石头。 那这边讲, 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我们要知道, 以当时保罗所处的状态。 那使徒跟先知, 他表达的分别是新约和旧约传递神话语的使者。 旧约就是先知嘛, 新约就是使徒。 那所传递的, 其实都是从神而来的真理。 所以保罗他这里讲, 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他所强调的是, 建造在这些神的使者所传递的信息上。 所以保罗所传递的, 他是从旧约延续到新约, 是一脉相成的, 是一个整体。 那我们也知道, 基督的信息是旧约律法的实体。 过去的律法是刻在石板上, 新约的律法是要刻在石板上。 那旧约的律法又是属神性情的影子, 也就是透过律法来描绘神的性情。 而基督就是神性情的实体。 所以我们这个人是要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讲的其实是我们这个人就是要建造在, 从旧约到新约一脉相成的神的话语上, 这是根基。 而神的话语要把我们建成什么样子呢? 要建成基督的样子。 因为仿角石, 它就是建造的规模跟样式。 是以基督为建造生命的样式, 而仿角石又是稳定的大石。 所以我们要稳固在基督的磐石上。 所以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并不一定是像我们现在所认为的, 就是非常强调使徒和先知的职份, 而是要建造在神的话语上。 那么各方靠它联络的和事,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原文的翻译是说, 在它里面全体建筑物都连结在一起, 逐渐增大而成为在主里的圣殿。 那对于当时的以弗所人而言, 这当然有外邦人跟犹太人合而为一的意义。 那对我们而言, 我们就知道它所指的, 就是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是个别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 但是我们却不是一个个体, 我们是连结在一起, 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身体。 而连结是靠着耶稣基督, 指的就是基督的生命, 而基督的生命是从基督的真理而来的, 并且是朝着基督的样式前进的。 当我们所有的人都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渐渐地合而为一。 所以合而为一, 它并不是说我们在所有的意见上都统一, 都完全的一致, 可是我们都朝向, 我们要以基督的生命彼此相待这个目标, 合而为一。 那么既然都以基督的生命为目标, 那其实别人给我有所难处, 我就与主同定十架就好了。 那我给对方造成难处, 对方也与主同定十架, 那其实就以基督的爱就能够合一。 而这合一, 就是世人能够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的原因。 不是我们变成一个意见非常相合一致的团体, 而是我们有不同的属性,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意见, 但是我们居然能够都放下我们的意见。 怎么样都好,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信靠神。 而这个合而为一的生命要能够实践在教会当中, 其实这需要对于神的话语, 这需要真正的信心。 那联络的合适呢? 联络指的是骨头的关节的结合。 联络的合适就是连结配搭在一起的意思。 那渐渐它是表示这是继续不断地成长的。 渐渐成为指的是渐渐因增长而成为的意思。 那整段就让我们知道, 我们每个人要继续地成长, 因耶稣基督的生命渐渐长成的缘故, 我们彼此不同的人能够互相配搭, 能够看见许多的祝福。 如果没有基督生命的长成, 那各方就是各方, 不会连结成为一个神整体, 也就不会显出神奇妙的荣耀。 因此基督徒要显出的见证,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就是在世上让人看见, 世间里面不能够有的和睦, 让人看见我们是这么的不同, 却又如此真实的彼此相爱。 那这当中要有实价的真理, 要舍己的功夫, 要有爱的互动, 要有彼此同工并看见神奇妙作为的认识, 而这是神对教会的心意。 那最后二十二节就告诉我们, 我们在整体上显出神的荣耀, 在生命里就是预备自己, 成为神借着圣灵的居所。 也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使我们能够蒙神稳定的持久的同在与引导。 所以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不要一天只有三分钟五分钟, 然后到神的面前让神的圣灵运行, 让我们与神亲近, 然后之后呢, 就再也没有去意识, 或是就离开了神的面前。 而是我们稳定的持久的与主同行, 这才能够使我们真正的进入到神的生命, 做成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不是一下高, 一下低, 不是今天遵行组得到, 明天就不遵行了, 甚至于不是上午遵行, 下午就不遵行了, 不是这一分钟遵行, 下一分钟就不遵行了。 并且我们要有一个重点, 就是属神的店的建造, 是要在群体里面一起建造的, 因此如果没有委身在教会, 在团契里面, 那其实生命里面许多的事情, 是建造不到的。 我们要靠耶稣基督被建造, 也就是以基督为建造的蓝本跟基础, 真理是建造我们的素材, 而建造的成果就是属神生命的样式, 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也是我们聚集在一起, 活出基督就能显出属神的荣耀。 所以盼望我们在新的一年, 我们能够更期待, 我们的神按着他美好的旨意, 建造我们, 建造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能够真正彼此联络的合适, 能够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 求神帮助我们, 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祂爱的主, 爱我们的父, 我们向祢献上感谢。 祂你的话语, 是何等的宝贵, 又是何等的真实清晰的。 祂让我们愿意按着祢的话语而行, 在今天晚上, 透过诗歌, 祂你的爱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 透过真理, 祂让我们愿意调整我们。 我们感觉到难受的, 让我们与祢同定十将。 我们感觉惧怕的, 祂祢今天兼顾我们的信心。 在这岁末年终的时刻, 让我们向祢献上极深的感谢, 并且将未来一年的意向, 清楚的赏赐给我们, 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祝福每个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年节的其中, 我们每一天仍然坚定的来亲近祢, 仰望祢。 我们将祷告, 通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感谢神, 那我们今天这个线上的祷告聚会, 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祝大家有美好的年假, 好好的休息, 好好的寻求神, 领受从神而来新的一年的启示。 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